大家好,欢迎来到搏击相对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今天咱们继续看女保镖 张美丽街头挑战路人 寻找民间高手系列 这次张美丽没有拳打南山竞老院 脚踢北海幼儿园 由于自己技术的提升 和最近打了几场比赛都赢了 张美丽最近有点飘 所以找了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切磋 我们先来一赌一块 这个小伙现在的职业是出租车司机 之前是一名巨人 现在已经退伍了 也可以说是一名老兵 因为年轻力壮 敢打敢拼 并且身高必胆三优势 所以张美丽打他并不好打 面对大哥的一顿乱拳 张美丽这个下潜摇闪 防守反击还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大哥懂得上步攻击 并且打的都是组合拳 大哥使出泰拳的眼手 来阻止张美丽近身 但是张美丽的身体非常灵活 下潜摇闪上步 再加上拳法就进来了 张美丽和普通人最大的区别就是 他会下潜摇闪躲避 然后打出防守反击 张美丽瞅准时机 打了一套组合拳 一个后手摆拳清晰命中 非常漂亮 打中了大哥的下巴 动了一拳以后 大哥明显有点着急 大哥用前手量好距离以后 上步攻击打出一套组合拳 一个后手轮摆 击中了张美丽 非常清晰 非常漂亮 张美丽上步攻击 大哥再次使出眼手 张美丽打出一个前手刺拳 很明显 必然短 大哥能打到他 他却打不到大哥 眼看张美丽吃亏 校长立马喊停 可以看到 挨了一记重拳的张美丽想炸毛 感觉甚至有点想哭 打赢了就笑 打输了就哭 在校长一顿训斥中 张美丽调整状态 在大哥上步攻击时 张美丽下潜腰伞 打出一套组合拳 最后一个后手摆拳 打中了大哥的下巴 非常漂亮 打出这一拳以后 校长无比的激动兴奋 张美丽也仿佛打了一记强心针 又一个后手拳 打到了大哥的下巴 同时 大哥也打出一记后手拳 因为是张美丽的拳先到 明显大哥这一拳的力量 已经泄了 大哥打出一顿组合拳 张美丽下潜腰伞 全部躲过 非常漂亮 看来张美丽就是属毛驴的 校长不打他 他就不卖力 这场比赛 张美丽最终能否胜出 完整版稍后 我会发出来 大家也可以做一下预测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下期节目更精彩 谢谢大家